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对了 这个手华上的图案和文字是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的 我来龙门关就是为了找寻我们西夏王朝消失很久的宝藏 要不是遇到你 我才不留在这儿呢 要不我怎么会和顾少堂那种人在一起啊 好了好了 又来了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可这毕竟只是一个传说呀 而且现在可是大明王朝 你别时时刻刻老说你是王国公主 我怕有贼人对你居心叵测 你可挺好了 等我走了以后 你一定不学任性 要好好保护自己 知道吗 你要去哪儿 你不和我在一起了吗 我和师父要离开一段时间 不行 你要走 我和你一起走 好了好了好了 你先听我说 我和师父去办正事 办完事就会回来了 那你要是不带我去 我是不会留在这儿的 为什么呀 我知道了 你是怕你和顾少堂成天也有斗气 对不对 放心吧 顾少堂没有那么小气量的 我才不是因为他呢 我是要找寻当年的一位智者 去了解宝藏的秘密 你回来可一定要记得找我 我回来就来找你好不好 听话了 好了 别生气了 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好啊 好啊 为什么好吃的 只要你喜欢吃的 我都给你做 好啊 好啊 还在生气呢 现在布鲁都和哈岗都要走了 以后啊 你要好好守住这个店 还有 我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啊 小公主一走 你就着急追出去了 现在装模作样地跟我提醒这个提醒那个 我可不吃这一套 我真是搞不懂 你干吗一直针对布鲁都啊 她就是很任性 很小孩性格 你看我一直把她当小妹妹啊 小妹妹 嗯 她要把你当哥哥吗 她口口声声地说你是她的男人 你有否认过吗 我 顾忠玉 你这个人错就错在多情 那我对你不好啊 对我好 对我好在哪儿啊 我从来都没有真正正正地感受到 你这说话也太没良心了 我从拆了万马堂到重建龙门客栈 我一直都很照顾你啊 这就叫对我好啊 我顾少堂不是干这行的 是为了你才待在这种鬼地方 要不然我早发财去了 我这点真的想不通 你一个大姑娘什么不可以做 老是想着挖别人祖坟的 我不管啊 你答应过我要跟我一起去寻找西夏王朝的宝藏 你必须去 否则的话 我不会让那个女人白吃白住地跟着我们的 好好好 我走了 去哪儿啊 吴忠玉 吴忠玉 你去哪儿 你还没告诉我呢 这个呀 是我和师父之间的秘密 你要记住 你永远都是龙门客栈的老板娘 替我好好看着龙门客栈 等我回来 该说的话收完没 收完该出发了 好 好 走 皇后娘娘 余公公到了 奴才宇化田叩见皇后娘娘 快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是你替本公把封朝阳接回来的 是 本公会记得你的 等病遇以后 会让皇上厚厚地赏赐你 奴才不敢 封院使此刻在哪里 回娘娘 封院使正在牧与更衣 快 快请她过来 遵命 去去吧 请 愿判大人 玉宇公公 您的药箱找到了 愿判大人 请 是叶光杯 好精致啊 葡萄美酒叶光杯 爱妃喜不喜欢啊 谢谢皇上 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现在怀了朕的龙主 以后这万千宠爱啊 都会在你一身 爱妃喜欢的 就是朕喜欢的 以后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朕提 谢皇上 参见都督 人是不是到了 已被宇公公 领进昆宁姑娘 有没有京东皇上 皇上这会儿 正在陪明妃娘娘呢 那我看了 你会认识 说我 你会认识 我认识 你会认识 你会认识吧 她还让不让人踏实了 朕只是想睡会儿午觉 可能 是跟皇后娘娘的病情有关的 您要不还是见见吧 让她进来吧 是 来 慢点 朕不让人省心啊 奴才叩见皇上 皇后情况怎么样了 回皇上 封院畔已经为皇后开了刀 并且取出了肿瘤 那皇后还活着吗 回皇上 皇后娘娘一切平安 她让奴才请您过去 走 这个老女人居然还没死 奴婢参见皇上 为臣后见皇上 都起来吧 谢皇上 皇后娘娘的病情如何 她腹中长得到底是什么 回皇上 皇后娘娘腹中长有囊肿 不过 微臣已经医好了 囊肿 皇后怎么会长囊肿 这病从何而来 回皇上 皇后娘娘是多年积极下来的顽症 而且这病毒的原来 是因为吃了来历不明的腊肉 腊肉里长了蛆 所以在皇后娘娘腹中慢慢地长大 不过请皇上放心 微臣为皇后施针下药 已经根治了 皇后怎么会吃这种脏东西 吃的人并不知道 这种腊肉啊 就是传说中的蛊毒 是传说中 江湖人他们下蛊的方法 蛊毒 正是 是谁要害朕的皇后 有话题 把玉膳方所有的人 统统给我抓起来 奴才遵旨 好了 手快点 手快点 好 帮我接着 好 来 小心点 把肉馅剁出来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快点啊 不得了了 婷婷姐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这阵子皇上每天都去承前宫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怎么了 明妃娘娘怀孕了 真的吗 明妃娘娘有喜了 对呀 听说今天皇上还赏赐给她一个名贵的夜光碑呢 太好了 真是只见新人笑 不见旧人哭啊 你刚才不是去了昆廷宫了吗 皇后娘娘有吃什么吗 这件事可非同小可 皇后娘娘肚子已经被证实了 根本不是怀孕 皇后娘娘的肚子那么大 不是怀孕是什么 皇后娘娘被人下了孤独 孤独 才来的院士大人 真是华佗在世 她从娘娘的肚子里边掏出了一大坨虫子 人肚子里面长了虫 那还能活吗 这你亲眼看到的 我去哪儿看见呀 我是听昆宁宫的宫女们说的 她 那边 这 通通给我抓起来 怎么了这是 通通给我抓起来 打 狠狠的打 御膳房上上下下两百多个御书和夏人 都已经被我打得屁滚尿流血流成河了 你们这一个小小的点心局 还不招 大人 住手 大人 在点心局四刀这种腊肉 这腊肉从哪儿来的 那是御膳房的大厨 配送给我们点心局 做腊肉米糕的 那米糕是否送过昆宁宫给皇后娘娘 查得怎么样了 属下参见请 在点心局也搜到了这种腊肉 御膳房那边怎么样了 御公公饶命 冤王 御公公饶命 奴才没有毒害皇后娘娘 我冤王的 御公公 御膳房找到的腊肉和点心局这些 都是这个胖畜的亲自研制的 奴才老家都吃这腊肉的 这些个腊肉都是奴才亲自挑选的 从老家带来的呀 把这个人先给我抓起来 如果证实腊肉有毒 杀无赦 去 走 奴才没有毒害皇后娘娘 闭嘴 奴才没有毒害皇后娘娘了 皇上 从御膳房搜到了腊肉 一个御厨承认是他的 主谋找到了没有 回皇上 厨子说没有人教唆 只因皇后娘娘喜欢吃腌制品 她便自作主张从家乡带来 推出去斩了 另外 御膳房的所有厨子 逐厨宫外 奴才遵旨 这次皇后娘娘的病治好了 东歇两场 功不可没 尤其是尤家的手下 千户 宇化田 她顺利地把封朝阳带回了宫中 治好了皇后娘娘的病 所以这次 朕一定要好好地奖赏她 谢皇上 封院士治好了皇后娘娘的病 大功一见 封朝阳 官赴原职 皇上 奴才是戴罪之身 不敢企图能复职 过去二十年 奴才一直关在土牢里 已经习惯牢里边的简单生活 奴才恳求皇上 赐奴才回西场大牢 此生永不出来 你这把老骨头还真贱呢 好好的日子你不过 坐什么牢啊 皇上曾经答应奴才 若奴才能够治好皇后的病 奴才要求什么 皇上都会答应 皇上 皇上 恳请皇上赐予奴才进西场大牢 听皇上 我们西场一定好好照顾凤太医 让他安详晚年 谢谢督主成全 好了 就由你去吧 谢主隆恩 皇上 奴才那就先带封太医回西场 万语楼留下 其他人退下 万语楼啊 你是朕最信任的人 刚刚你也听到了 那个厨子 只承认腊肉 不承认下毒 你觉得 这个幕后主使 会是谁呢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 确实是西场立了大功 而封昭阳也确实治好了娘娘的病 可依奴才看来 这个胖厨子幕后直使 是是另有其人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快说 没有证据 奴才不敢乱讲啊 他们今天可以毒害朕的皇后 明天就会毒害明妃 后天 就可能毒害朕的皇子 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什么事 你担这个责任 奴才不敢 快说 这西场督主尤家 就是胖厨子老乡 什么 你怀疑尤家 当年他明明说 丰太医死在西场大牢 可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敢蒙骗皇上 让那个丰太医假死 这么多年 还偷偷地把丰太医 关在大漠的土牢 他安的什么心呢皇上 他这是欺君网上啊 王公公 王公公 奴婢已经等您很久了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封院士口口声声说 他已经忘记了以前的事情 可奴婢担心 他会偷偷向皇上禀告 你还担心什么 以前都是我 伺候皇后的饮食 那些孤独 他们怀疑是我端进去的 不是我端进去的 行了 这不是有我呢吗 还担心什么 下去吧 可是 走啊 真的不是我端进去的 下去 把牢门打开 是 你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太医 这些 是督主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我实在搞不懂 我千里迢迢把您接回来 为何您要一意孤行躲在这里 公公有所不知 你没在御书房看见 万公公他那个眼神 就想把我千刀万划 要不是你家督主 我这副老骨头 怎么可能回到皇宫 这个西厂大牢 就是整个皇宫 最舒服 最安全的地方 既然你感激督主 督主也让我带一句话给你 他问您老人家什么时候 想把当年的恩恩怨怨讲清楚 就告诉我一声 好让我安排你们见面 什么恩恩怨怨 老夫只是一个小小的医官 二十年前 是督主把您救下的 否则 您早就死在东厂的手里 我这副老骨头 可以活到今天 唯一的原因 就是我打死赢术 你们又奈我啊 稍微 痛死掉了 痛 怎么这么痛 让你冲上走 痛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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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慧荣 为什么大家都被打的屁股开花 你一声都不知啊 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了消息 屁股上垫了东西啊 我哪有 打都打完了 喊出来痛又不会减轻一点 被打已经算幸运了 哪像那个厨子 莫名其妙地就被砍了头 你说辣肉谁没吃过呀 怎么偏偏得病的 就是皇后呢 反正我是不信 厨子会对皇后下毒 谁能跟皇后有仇啊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在这说来说去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敢搬弄是非啊 快走快走 余公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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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起来 快趴着 这么晚了 你怎么会过来 一定很疼吧 不疼 只是些皮外伤而已 不疼啊 花儿动作 这个药你拿着 让他们给你涂上 过两天就没事了 苏慧荣真的好幸福 有个公公对他那么好 雨公公真是个好人 可惜是个太监 就算有了儿女私情 又能怎么样呢 自然啦 娘娘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玉露 你知道吗 袁香死了 袁香死了 袁香怎么死的 他死在了玉花楼的水泄里 我杀袁香死了 我杀袁香干什么 是我最贴心的人了 是我最贴心的人了 还有 你说你找太子找了那么多年 都没找着 你是不是把太子也杀了 我找着 我找太子还不是为了你 还不是为了帮你赎岁 你现在口是行为 扮起菩萨来了 你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我们俩现在在一条船上 我们俩现在在一条船上 那掌舵的人是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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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看我弄来了什么好吃的 这个呀 可是著名的城南一角 巨贤庄的酱鸭和陈酒 闻起来就香 师父您尝尝 我没有胃口 鸭子你留着自己吃 我喝酒就好 师父 大家都说 有光有影 有声有色 有酒有肉 师父 您就光喝酒啊 师父 您这么晚了 还在研究紫围剑法呢 能不能教徒儿两招啊 你从关外往京城这一路 都想让为师教你紫围剑法 之前我教过你的 已经足够你闯到江湖了 可那是在龙门哪 龙门确实是我的小地盘 可那也只是个小地方啊 现在我跟师父出关来找少爷 这江湖多险恶呀 我这点工夫哪儿够啊 而且师父 您可是堂堂的黄河游侠 武功这么好 这么一身好本领 万一失传了怎么办呀 如果我教了你紫围剑法 会毁了你一辈子 所以不学也罢 学了早晚会被人所知 暴露你的身份 那会因了我的仇家 和朝廷的焉打 会与你为敌 给你找来杀身之祸 到时候不但是你 还会祸及到你们家少爷 可是师父啊 我 喝酒 好 师傅的紫薇剑法终于到手了 怎么会没字 真的没有字啊 真的没有字啊 难道是拿错了 在学武功之前 我得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 二十年前 紫薇剑谱就被我毁了 七十二路剑法 全都记在我脑海里 谁也得不走 可是师傅 我刚才明明看见你看这本书的 我知道你一直想学紫薇剑法 没想到你让我教你不成 还真是敢得偷去剑谱 原来这一剑 都是师傅设计的呀 今天为师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借散 没想到我 这样吧 就明白了 林农 那边就在秦朗里 景色 没有 走 紫薇剑法 意在剑先 后发之人 走 走 太好了 好 看上这个 看上这个 什么都没有 他骂得比我们还奇怪 你们在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套我们东西 臭小子 嘴巴放开了点 凭什么说这也都是你的 当然是了 我和师父昨天在这里住了一晚上 这些当然是我们的东西了 这是我们的地盘 东西放在这儿就是我们的 明明就是一帮叫花子 还自称是天下第一帮派呢 你们帮主也叫你们做这些 偷鸡猫狗的事情吗 臭小子 敢说我们该吧 兄弟们 我上 求不得给我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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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是他们先动手 还抢我们的东西 我是逼不得已的 跟我来 客官 里面请 李兄 余兄 师父 余兄来了 坐坐坐坐 谢谢喝口茶 谢谢师父 一会儿你在这儿等我 我出去见几个朋友 师父 你这一到京城 就把我一个人丢下了 你这是要去见谁呀 我去见于海大人以前的旧部 我要跟他们打听风少阳的下落 哦 师父 我身上有块令牌 可以混到宫里去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呀 京城不是大漠 皇宫也不是你可以任意尽触的 皇宫也不是你可以任意尽触的 少耍你的小聪明 少耍你的小聪明 还有 再警告你一次 再警告你一次 我教你的紫卫剑法不到危机时刻 千万不要用 你慢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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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把我当小孩子 怕我不会照顾自己 少爷 少爷 客官 您的钱还没给呢 拿着 这次修缮延禧宫 是东厂督主万公公亲自安排 到了宫里 什么事情都不要问 只要把你们的事做好了就行了 千万不要到处乱跑 否则的话人头落地知道了吗 是是是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一个亲人 他就是兵不又是党 于喊于大人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是于家的人 中两之后 有人吗 谁呀 于大人回来了 蓝飞娘娘她生了 老人家 您是于家的人吗 您是 我是于家的后人 您能不能告诉我 这于家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老爷 杜场来人了 老人家 老人家 您听我说 我知道于家已经毁了 但是您能不能告诉我 这于大人的妹妹是不是宫里的蓝飞娘娘 被杜场的人害死了 她的古诺下落不明 其他我也不知道了 站住 他们是来修缮延禧宫的 走吧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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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干嘛干嘛 皇宫禁定禁止入内 快走 快走快走 直楼了 直楼了 你说什么 天佑怎么会走进皇宫呢 那个人肯定就是少爷 他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我看见他的时候 虽然他打扮得像个工匠一样 可那人肯定就是少爷 这么说 他真的是一路从大漠到了京城 肯定是这样 不然我不会在大漠找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师父 他进宫会不会是为了了解自己的身世啊 对了师父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如果天佑真的是进了皇宫 他就危险了 我刚跟谭自信大人见过面 封朝阳没有官府原职 看来是凶毒几手 师父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敢不敢进到皇宫 我 我 师父 你刚才不是说进宫很危险吗 谭大人认识一个出了宫的老太监 我会安排你跟他见面 让他教你一些宫里的礼数和例行 师父 你真要把这么危险的任务 交给我呀 男子汗大丈夫 一诺千金 是你亲眼看见马天佑进了皇宫 不入虎穴阴的夫子 我 开饭了 开饭了 大家都来吃饭了 来来来 来来来 累死了 来来来来 都来吃 别挤 别挤 都有 都有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太香了 吃饭 吃饭 来来来来 领钱了领钱了啊 领钱了 来来来 今天你们可以收工了 赶紧来来来 我帮你完全回家 排好 排好 我点一下人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明明是九个 为什么只有八个人呢 还有一个人呢 谁不想 谁不想 给我拿下 赶紧把这个人给我找回来 是 天喜功的修缮工程完了吗 回度主 已经完工了 但今天发现走得了一个工匠 一个工匠 马上 跌一时 得到苗做了